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弟兄姊妹想想看 比起犹太人 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一般人 神是三二一的人 你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只要叹一口气 你只要在那里向主祷告 主听你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弟兄姊妹 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 我若不去 保护一世就不到你们再来 我若去就来 感谢主弟兄姊妹 他来了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感谢主 你看见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连得救都不会得救 如果没有圣灵 他根本不可能感动我们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这就是为什么 神是三二一的神 但是呢 不要忘记 这不表示三位神 不表示说 这个水有三种 没有 水只有一种 只有一种 但是又是三 他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他隐藏起来 就是气体的水 然后有液体的水 还有固体的水 固体的水就是冰 气体的水 就是水蒸气 那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知道 事实上他们是一个的 并没有 并不是三个 所以这一点 弟兄姊妹 我们要明白 所以你要知道 约翰福音 在后面 这一段圣经 和三本福音 不同在哪里 只有约翰福音 讲到圣灵 说 就不是 很明确的 很明显的讲到 圣灵的身位 和他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要认识圣灵 弟兄姊妹 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是在约翰福音 不要忘记 当然 你到使徒行传 你也能看见圣灵的工作 但是 对于圣灵的解释 他的身位 和他工作的解释 是我们的主 自己解释的 不会错的 你千万 你放心 不会错的 那么到了 使徒行传 是有现象 那你怎么解释 现象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许多时候 我们以为说 讲到圣灵的时候 一定要有风 一定要有火 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所得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有圣灵的经历的话 你的经历 一定是戏剧化的经历 一点都不错 在使徒经常 第二章是如此 但是你等到读到 13章 14章 15章 16章的时候 你在保罗身上 你就看见不是这样 你看见 等到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耶稣的灵不许 他要往哪里去讲道的时候 圣灵禁止他 所以弟兄姊妹 稀奇得很 风 水着一死吹 你不能够决定 圣灵要用什么情形 来做工的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清楚 到底是你大呢 还是圣灵大 所以当你读到 使徒行传 你看见圣灵的一些形象 一点都不错 圣灵有的时候像风一样 圣灵有的时候像火一样 所以圣经里面用火用风来形容圣灵 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 圣灵只是火或者只是风 不止这么多 所以在使徒行传 你可以读到许许多多的圣灵的工作 和他现象和他的表现 manifestation 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 你对于圣灵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那个解释在哪里 在约翰福音 有的人读使徒行传 读圣灵读到一个地步 好像圣灵变成 it 变成他 好像没有个位 好像没有身位的他 这是大错特错 弟兄姊妹 不错 我们的圣灵 的的确 降卑他自己 他愿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从穿上 他们就从穿上 从天上来 就是从穿上 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指着圣灵教官说 那一点都不错 圣灵好像一件衣服 想给我们穿 那是圣灵 降卑他自己 因为圣灵 他从来不为自己做见证 他都是为基督做见证 他是为了荣耀基督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 如果你看有圣灵的工作 他叫你注意的 不是他自己 他叫你注意的 一定是基督 一定是为基督做见证 一定是为基督的 是为了荣耀基督 所以如果你读十四十五十六的话 弟兄姊妹 现在你就很清楚 圣灵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他的身位是什么身位 他就是神自己 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 一定要记得 你我 你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就是 你被圣灵完全得着了 圣灵完全的管制你 圣灵完全的管理你 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 敬畏的感觉才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但是感谢主 为什么我们的主 要求另外一位保护 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呢 因为只有当圣灵来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 圣灵就永远不离开我们 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 主是怎么说的 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 最后一章 那么最后几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主怎么说 主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怎么能说这句话 意思是这个爱是到底的爱 怎么可以这样 原因就是因为 虽然我们的主升天了 他在圣灵里面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圣灵在这里 主也在这里 所以主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爱 才是到底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这个就是十四章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给我们看见 当这个门徒们 离情别墅 当他们被这个仇云 当他们被这个离情别墅 好像完全笼罩的时候 我们的主安慰他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他来了 就是我来了 后面你如果读到 这个第十六章 那里还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 还没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因为他到天上 他为我们地十字架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升天了 你们却看见我 弟兄姊妹 一点都不错 因为圣灵来了 就是主来了 他就是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不只说 我父与我缘为一 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 圣灵和子也是一个的 所以这个就是三二一的神 十三个又是一个 十一个又是三个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是用一来代表神的 所以父神是一 子神也是一 灵神也是一 那现在我们要问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他们关系是 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就在圣经里面 讲到生命的关系的 他所用的运算 不是加法的运算 是成法的运算 所以讲到联合的时候 比方说十二等于三乘四 三是神的数目 四是人的数目 那弟兄姊妹 神和人联合在一起 是十二 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 有十二道门 然后在启示录里面 有十二个珍珠 有十二个宝石 所以到最后 你看一切都是十二 但是呢 七那是代表短暂的完全 因为是把三跟四放在一起 神和人在一起 这个是完全不错 但这是短暂的完全 那真正的完全是连结 所以圣经里面 你讲的联合的时候 都是用成法的 那弟兄姊妹 父神是一 子神是一 灵神也是一 那他们中间的关系 既然是生命的关系 所以你不能用加法 你只能用成法 那一乘一 乘一等于多少呢 还是一 不是三 所以许多时候 是我们的算数错了 是我们不懂得神的奥秘 所以有的人说 怎么可能 这个父神 子神灵神 加起来不是三个神吗 还是一个 因为我们错了 我们以为说 父子灵中间的关系 是父摆在这里 子摆在这里 灵摆在这里 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于父缘为义 还有呢 他要与你们同在 那么因为 那你们却认识他 而且他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弟兄姊妹 前面说他在那里面 然后后面他说 我也在你们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怎么跑到门徒里面去了呢 因为圣灵进到他们里面 所以呢 主说 我也在那里面 所以前面说 他在你们里面 下面说 我在你们里面 所以现在你可以把他换成我 我换成他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神格里面的奥秘 只有圣经 只有福音 有这样的奥秘 所有宗教的神 他们所说的神 都是要么很抽象的 从来不是像这样具体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主 我们的主 求父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贵师 就真理的圣灵 那弟兄姊妹 这个工作乃是神旨意的工作 换成这是神的定规 那感谢主 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的缘故 所以你看见 现在我们的主才能说 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能爱他们到底 那个爱是永远爱 现在主能够说 我与你们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为等到圣灵来了 圣灵在你们的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他要常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我 所以我要常与你们同在 弟兄姊妹 我们是最蒙福最蒙福的一百人 因为圣灵 今天已经来了 所以你看见吗 要明白 要最后我们的主 怎么达到那个目的 不光给我们看见 神就是爱 而且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那弟兄姊妹 这件事怎么做成功的 这件事和圣灵发生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圣灵不来 那这个工作不能完成 所以感谢主 你看见吗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的你看见 主就赐给我们 求父 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慧师 所以感谢主 你读到十四章 十六章 那么这里面好几次 就提到圣灵 比方说吧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第二十六节 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 神已经对我们说话 这是圣经的话 这叫Logos 但是呢 许多时候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叫我们想起 神对我们已经说过的话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Rema 所以希腊原本有两个字 一个是Logos 一个是Rema Logos就是重点 重在哪里 重在圣经里面 从创世纪到起诉 神在历史上 对我们说过的话 但是不要忘记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光是这样读圣经 你就好像去读化学 读物理一样 有的人以为 我会读化学 会读物理 我就会读圣经 没有这件事 我就是个读物理的人 但是你看见 读圣经是完全 另外一件事 你不能以为说 我是怎么读物理 我就怎么读圣经 不可能的 不要忘记 这本圣经 你读不懂的 一直等到 当你读的时候 圣灵叫你讲 圣灵叫你 想起 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话叫什么 这个话叫做Rema 有一个小姊妹 她很害怕 怕黑 所以她晚上睡觉 她就把这个圣经 就放在她枕头底下 那么她觉得 这样就很安全了 结果有一天 她就读圣经 忽然发现 圣经里面 好几次讲不要怕 她就用 Concordance 圣经汇编 那么找找看 到底圣经里面 有几个不要怕 结果她算来算去 有365个不要怕 她想说 如果有365个不要怕 一年有365天 那么每天 主都对我说 不要怕 所以从那天晚上开 她把圣经拿下来了 这个圣经对她是Logos 没有错 是神的话 没有错 但是呢 是圣灵 叫她想起 圣经里面 已经说过的话 所以这个话 对他们来讲 对她来讲 就变成很大的鼓 有一个弟兄 在大陆 就是亡命道老弟兄 为主受了许多的苦 有一个弟兄 到上海问他 他说老弟兄 请你告诉我 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你能不能 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你学了什么功课 他说三个字 不要怕 所以弟兄姊妹 在监牢里面 在苦难当中 什么话 什么人 能安慰我们 当然是神的话 圣经里面说了 不知道多少字 不要怕 但是谁叫亡命道老 弟兄想起 不要怕 这三个字 结果这句话 就变成了能力 所以主说 我对你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这个 这个 玛利亚说 情愿照着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弟兄姊妹 从此以后 全世界的人 要称他有福 也有许多人 要误会他 他说 情愿照着你的话 那个话 乃是Rayma 乃是圣灵 经过圣经 透过圣经 对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带着能力的 没有一句 不带着能力的 我们的主说 圣经主的话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个话 就是Rayma 还有不光如此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着神 口里所出的 一切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什么时候圣灵 在我们里面 圣灵 就对我们说话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今天 我们要让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那他怎么说话呢 他每次对我们说话 都是借着 他叫我们什么 叫我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所以这就是圣灵 你看见 这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然后你看 第十五章 第二十六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 差宝会是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圣灵有一个使命 圣灵有一个工作 就是为基督做见证 他永远高举基督的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的使命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讲到他要荣耀我 那对 这就十四节 他要荣耀我 所以简单来说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问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他永远不离开 第一个 见证基督 第二个 荣耀基督 高举基督 所以一个被圣灵 充满的人 那弟兄姊妹 在他身上 你已经看见基督 一定看见主的 所以不可能 一个被圣灵 充满的人 是那么骄傲的 我有一个经历 我有 你没有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如果一个真的被圣灵 充满 不是那个样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圣灵的果子 应该是什么样的果子 所以我想主的话 在这里是非常 非常清楚 那么还有我想 我可以再提一点 就是十六章第十三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 圣经的话 需要 圣灵的圣灵来了 然后我们才能明白 因为是他引导 我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那个原文就是 进入一切的真理 进入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切客观的道理 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理 所以这就是圣灵 在这里所做的 那我想这个 弟兄姊妹回去 你们可以 仔细地看一下 那么现在圣灵来了 就是说圣灵 我们的主要求父 他就要赐给一位宝灰师 那么这个都是 那个蓝图里面的一部分 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目标 那个大目标 就是神就是爱 那么基督就是爱的彰显 那我们这些人 为了彰显基督的爱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那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的主 他的那个蓝图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说如果要 如果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爱 是无尽的爱 是到底的爱 是永远的爱 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 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呢 这个就是他必须要到 不光上十字架 而且他一定要升天的 因为只有这样 然后呢 他去才与我们有益 那么这样 如果主不去的话 宝灰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主的升天和宝灰师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主 这就是完全是主工作的一部分 好 那么现在假定圣灵已经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主 就根据蓝图来开始工作 我现在讲假定 是因为根据时间的次序 如果就的时间次序来讲 我这个主是告诉门徒说 我要求父 要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就是真理的圣 那么一直到五旬节 圣灵才来的 所以这里很明显 所以这里我们说是个蓝图 你看你们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 因为的的确确 后来圣灵才降临的 所以但是现在 我们就把那个蓝图 就让门徒看见了 那现在我们很自然的 很快的就来到十五章 那十五章主怎么说呢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 下面怎么说呢 下面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那么很有意思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真呢 在希腊原文不是真假的真 这里的真呢 乃是告诉我们说 原来我们的主啊 他是最原始的标本 他是真葡萄树 所有的葡萄树呢 都是根据这个葡萄树来创造的 所以所有的葡萄树 他所要述说的故事 就是真葡萄树的故事 那么这个葡萄树 说什么故事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经过四个月 他从空中吸取水分 从地里吸取水分 然后经过亚九池 最后从水就变成酒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故事应该是主耶稣的故事 那么但是呢 事实上呢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葡萄树 那么现在呢 在第二章 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 就给我们看见 果然呢 那个水经过这个真葡萄树 他果然把水变成酒 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那个葡萄树 真的是 主的是真的那个葡萄树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就很 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得很清楚是什么呢 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在那里很明显的 我们的主就证明给我们看 它是真葡萄树 所以真葡萄树啊 我们的主宣告的时候 都是十五章第一节 但是事实上第二章 已经给我们看它真葡萄树 否则它怎么会水经过它 就变成酒呢 所以很清楚 弟兄姊妹 你看见约翰福音这里的启示 是一贯的 那么讲到第二章 那是讲到生命的部分 讲到十五章 那是讲到爱的部分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连结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的主说 我是真葡萄树 他说你们是只子 特别是第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 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主和只子的关系 那个关系什么关系 那个关系 乃是生命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我们能经历 这个经历呢 乃是圣灵来了以后 所以我们的主 先要讲到宝会师 先要讲到圣灵 然后他要在你们里面 那么现在主也在我们里面 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他里面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连结 那你怎么来形容 那个生命的连结呢 十五章就是很漂亮 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所以弟兄姊妹 为主要解释 你们怎么样在我里面 我也怎样在你的里面 那现在有一个 什么样的情形 什么样的光景 能让我们知道 果然是如此呢 所以十五章 我们的主就给我们一幅图画 它是真葡萄树 那我们不过是枝子 那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是生命连结的关系 所以呢 下面主怎么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那藏在什么意思 藏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常常连在我的树上 那么我呢 也在你们的树上 所以弟兄姊妹 枝子和整个的葡萄树 是有交通的 什么时候枝子 只要连在上面 不掉下来 不离开它 那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这个就是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那这句话 在希腊语言文是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要安家在我们里面 要逗留在我的里面 那弟兄姊妹 现在你明白了 这个葡萄树 和枝子的关系 乃是生命的关系 那生命的僵殖 它从地中吸取水分 从天上吸取水分 然后生命的僵殖 就在这个枝子里面 在整个树里面 就开始涌流了 从一个枝子 就流到另外一个枝子 所以你看 这个枝子 所以能够生长 是因为整个树的僵殖 生命的僵殖 在那里来供应它 来喂养它的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明白吗 现在这里很清楚 给我们看见 我们与主的关系 是用什么来形容呢 乃是葡萄树 和枝子的关系 所以用十五章的话 你就能明白 等到圣灵来了以后 圣灵 所以我们知道 教会是在五旬节诞生的 所以这个葡萄树 什么时候我们能感觉到 枝子跟葡萄呢 很清楚 就是五旬节以后 所以你看这个葡萄树 不光是讲到葡萄树自己 是包括枝子 什么都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不光指着基督做元首 这个也是指着教会 是他的身体来说 所以现在这里的连结 乃是生机的连结 生命的连结 那现在我们的主 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 给我们看见 他是怎么样 在我们身上工作的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身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交集我们 我们的心靠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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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